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生有不同的理程碑 当你20岁的时候美好的人生刚刚开始 30岁的时候可能找到一些钱了 想看下这个世界 到了四五十岁 可能略有成就 生活也有一定的质素 当你想大展拳脚的时候 忽然间一个大浪盖起来 身不逢时又天堂掉落地獄 自强不识四个字 比粗口更难听 生存没势 人处尘还 本来就是多问题 经济大环境出现危机 失业灾难随时发生 在大都市 无钱一日都难以生存 不过与其去埋怨 不如首先去改变生活模式 接受变化 装备自己又或者学习新的技能 等灾难过后 从头即场又或者转行 其次就是广结人员 合理地为朋友 相识的付出 仗义每多屠九倍 到灾难临头的时候 这些你曾经帮助过的人 总会有人愿意 和能力伸出援手 平时多结善功 上天见你善心在人 就算人不在你 天都会运化帮忙 带你逃出新天 所以讲到底 志强不息 不是主观单靠自己的想法 和力量拼搏生存 已是随着环境而改变 又或者多行善功在忍 天度选有余而补不足 天度无亲常与善人 当作是另类的积谷防击 逆风的时候 战备风头 涂光养晦 顺风的时候 就要把握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